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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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燈 妳們拿的是什麼 雅妹妹 開了多久 半個多小時 會不會冷 不會 不會 會不會冷 我們要回家叫阿公煮 幫阿公拿的嗎 不斷的 對 但是叫阿公幫妳們煮就對了 往年有些元宵提燈 組裝不易 本該是小朋友的拼裝樂趣 成了大人頭痛的手工藝 今年的洗妹號稱組裝簡易 台北燈節的官網更有DIY教學 看達人在短短三分鐘內快速完工 不過實際究竟需要多少時間 民眾不妨在一家自己試試看 元宵節快樂 中央社記者紅黃鈞張雅婷 謝謝報告 情懷河畔的主燈一點亮 舞台上小朋友扮成小羊跳舞 和面上畫方穿梭 還有舞者展現曼妙舞姿 今年南京情懷燈會規復舉辦 台灣製作團隊 也再次到這進行兩岸燈會交流 台灣燈區主燈 由資深燈役設計師林建兒設計 以三陽 玉山 藍覆弦等台灣元素 並加入現代風格創作 情懷燈區他們做的 就是傳統的中國味 還是非常的重 那我們台灣燈 也是保留了中國味道 但是我們又比較現代的感覺 又出現了 這個跟什麼有關係呢 這個我想跟一個創作者的思考方式 跟我們使用 跟我們使用製作花燈的材質有關係 同時台灣區也展出觀光吉祥物歐雄 搭配台北101 台東熱氣球等各縣市的旅遊元素 呈現台灣特色 觀光局希望透過兩岸燈會交流 帶動觀光人潮 台灣的這個燈區是在我們的老鐵東地區 這是我們南京市的一個新的景點 今年我們秦淮區的整個的景點 將會在這個地區維護安全 保障遊客的安全 由於上海巴山跨年踩踏意外 主案單位表示 今年將採取流量管制 將在15號到17號這三天高峰期 派出6000名左右的警力維護秩序 確保民眾安全 中央社記者馮昭南京報導 烏龍表演 財神爺報導 外加電音三太子熱舞 炒熱了過年氣氛 泰國中部鮮羅帶天宮迎接陽年到來 現場佈置起花燈登海 讓泰國民眾體驗傳統的中華文化 廟方表示為了延續傳承文化傳統 特别请台湾花灯师傅制作包括观音菩萨和八阳赫岁等大型主题花灯 戴天宫再来自台湾的五千个灯笼和二十座大型主题花灯点缀下 变得五彩缤纷 这场阳年元宵花灯大会预定大年初一试点 三月起正式开幕 原本香火鼎盛的戴天宫势必更添尽香和观光人潮 中央设计的刘德昌曼谷报导 中央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迎战巴塞隆纳2015MWC全球行动通讯大会 宏达电也在当地时间一号 正式发表他们的旗舰新机HTC-1 M9 一体成型的法斯纹金属机壳 强调金银与金本是全球首款的双色金属设计 镜头也由圆形的双镜头造型改为方形 搭载抗瓜蓝宝石水晶材质镜头盖 后置相机更升级达2000万画素 声音部分除了延续双前置扬声器系统外 又再加入杜比的5.1声道环绕音响模拟技术 全面提升使用者的视听质感 不仅如此 发表会上宏达电也顺势推出 他们专属的智慧型运动手环 以及虚拟实镜VR眼镜HTC-Vide 试图在专业运动游戏产业上的大展宏图 这也是继去年10月 随手拍相机REIT问世后 宏达电再度将触角伸向全新领域 这么重要的smart device在我们手中 能够去connect所有的行动装置 我们会非常非常focus 我们能够做得最突破最创新 把它做好 这个很多的行动装置 我们会先把它归在REIT这个家庭领域 MWC是全球行动通讯产业的重要指标 每年都会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 宏达电在这个时候推出旗舰新机 同时也预告会端出健身手环 还有VR虚拟实镜眼镜 也就是跨入新的领域 也就是说未来行动通讯产业的界限 会越来越模糊 产品也会更百花齐放 中央社记者江敏燕 巴塞隆纳报导 菲律宾男旅先达洛抗日侨胞训难纪念碑 二月底正式揭牌 纪念碑刻上由总统马英九的题字 已追到二战期间 惨遭日军屠杀超过600名的当地华侨 场面庄严肃目 这座赤字56万批所建造的纪念碑 位于市内华侨一山 举碑制记载 当时圣巴罗市16岁到50岁的男性侨胞 被日军无端召集 残虐后遭集体屠杀 直到日军战败 桥贤才使遗骸合葬于华侨一山 每年祭祀完整记录当时这场历史的悲剧 集体属于华侧和家后日军属 直到日军属之后 要到日军属里 我們早上去腦袋 到腦袋上去腦袋 已經讓他們開動了 不然要給他們賭死了 透過紀念碑 商會盼藉此 向當年死難僑胞表達盡道之意 並喚起國人 無望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 以資替利 要大家不要忘記 日本當時軍國主義的 這樣一個殘暴的行為 正如馬英九總統講的 我們歷史錯誤可以原諒 但是歷史我們不可以遺忘 更不允許他們來創改歷史 屠殺事件發生至今 正好是第70週年紀念 儘管歷史久遠 但對活下來的死難僑胞家屬 或許仍存在著難以抹滅的痛 莊社記者林行健 聖巴羅斯報導 但您關心更多國際消息 2015中國大陸全國政協 以及人大會議 分別於3號及5號起陸續登場 外界預料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工作報告中 勢必呼應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倡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深化改革 推進依法治國 以及從嚴治黨等四個全面 至於對台灣政策是否調整 以及兩岸經貿合作進展 也備受關注 更多過去消息 中央社全球視野 將為您帶來第一手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依林 我們再會 請您的評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